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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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上次是介绍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讲到所谓的,开始介绍一些唯士派的特殊的术语了。 是不是他说,我们说从介绍他的净跟有净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分说什么叫做净呢? 它是分出了三大的,我们所谓的三性里面的三无自信性嘛,它是所谓的三无自信性里面来讲的话什么呢? 我们说,上次我们是不是略略讲到了,介绍到了,一他起,原成时,骗击所止吗? 我们这三个来介绍,这个还没有到介绍,开始要介绍到那种唯士派的最究竟的见解。 它只是把万事万物的分类分出来了。 而我们上次是不是略略介绍,就是说,什么叫做一他起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或者我们之前在学色类学里面的,或者乃至在心类学里面,什么叫做一他起呢? 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无偿啊,凡是因缘而生出来的话呢,这些叫做什么叫做一他起呢? 那骗击所止是什么呢? 我们上次是不是又说它可以分两项的吗? 一个叫说什么,名言的骗击所止,一个叫无相的骗击所止。 如果是无相的骗击所止,是什么意思呢? 无相就是说没有的。 这边的无相是,大家不要想到说什么,无自信的骗击所止,就叫无相骗击所止。 不是,这个无相骗击所止是一个名词,是代表说所有的没有的。 兔子脚啊,虚空花啊,乃至我们这边上次举的例子,是不是说二我吗? 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听到的是说,就如同什么二我。 这种二我的话,上次我们也讲了,不是说你我他的我,而是实际是指的,说是一个为普特切罗我,一个为罚我吗? 所以,以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在介绍无我,任何一种无我, 他跟我的你我他的我,是不是就是几乎是两回事情,跟来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在以前,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用我我我呢? 因为这是在梵文里面,他用的什么叫做我,叫atma。 跟我们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可是我们翻过来,翻成到藏也好,或者汉语来讲的也好, 他翻成跟我们的你我他的我一样,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误解。 那以前也就会有这个误解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叫做我呢?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所有的人在轮回当中的现象,或者一致的, 我们认为的我是什么,就是一个不需要依靠着孕体而可以独立产生的。 像我们说什么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或者我们在周遭朋友的例子来看得到说什么呢? 好像你明明看到说,好像是那种的老年人,他会觉得说, 我今天就可以站起来了。 他已经身体没办法撑住,可是觉得说, 我还有一个心神,我要出去走啊,我要去指什么来讲话。 这样的而去执着的我的话,我们是叫什么? 这叫普特切罗的我了。 好像有一个不需要依靠着孕体, 它可以独立产生,独立享用,独立产生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这是我们所谓的普特切罗,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普特切罗我也好, 他罚我的话呢,我们上次是不是介绍说, 所谓的罚我跟我,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罚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空性的所迫嘛。 或者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的话,就是空性的反面。 所以空性的反面一定是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而空性是什么呢? 就仅仅就是破斥这一件罚我。 而我们以为是派的观点来看的罚我, 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什么? 万事万物的外境存在。 这件事情是叫什么? 叫罚我。 罚我值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这件东西是存在的吗? 看这种,是不是我们这种执着这种方法可以有两种的。 一种是骗迹的,我们讲说后天的嘛。 一种是原始的或巨生的。 一开始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如此让承许的, 或者执着的叫巨生的我值。 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什么? 我值是有的。 罚我值是有的。 哦,所谓的罚我是没有的。 执着罚我是有的嘛。 执着罚我的这个东西是要有的。 因为有才能破。 看什么呢? 罚我是没有的。 因为这样才可以理的所破。 这以后大家会看到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词, 我们一般都常常引用是什么? 是在宗科普大师,在他的匹伯舍纳的这一段。 他会说什么呢? 他说,罚我为理的所破。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有的话呢,我怎么用理去破它呢? 理的所破是代表说它不合理嘛, 我用正理去把它破斥的样子。 而说什么呢? 罚我值是道的所破。 因为如果它没有的话呢, 它怎么障碍我们道的修行? 是有的东西在障碍我们修持, 才有能力障碍。 没有的东西怎么有办法障碍我说道的修行呢? 所以道的所破我们边就是什么? 就是说那个我值嘛。 而理的所破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值所执着的那一个东西叫理的所破, 是没有的。 所以这边我们讲说什么? 把它讲成为说叫无相的骗迹所值。 无相的骗迹所值,或者没有的。 而有相的骗迹所值是我们讲说什么? 就是除了空性以外的, 除了圣意地, 旧经义以外的所有的骗迹所值呢? 对不起, 所有的常法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名言的骗迹所值吗? 而到圆诚实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空性, 或者是旧经义的道理了。 而上次我们到最后来讲的话, 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以维斯派它的认知来讲的话, 它就认为说什么? 它这种三项啊, 或者这种三项都是什么? 都是自方存在, 自性存在。 为什么? 因为它要从它那一方就有了。 它从来要什么? 它要从它有一个本性, 它要有自己的本质, 也要有体性的缘故呢? 所以我一定会叫它说是自方存在, 或者自性存在。 所以凡是有, 既是存在的那是什么? 也是自方存在, 也是自性存在。 但是它的说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受到, 因为我们常常, 以前我们都会有这个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中官派的说法, 会认为好像这件事情是相等的, 反而是什么? 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是占得多数的。 什么? 就是自方存在, 自性存在跟什么? 地实存在跟真实存在呢? 会认为是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呢? 是少数是中官应成派才这样认知的。 而, 秩序派也好, 维斯派也好, 都认为说什么?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是什么? 慢慢大家以后再学这个中意, 会知道说什么? 从中官秩序派以下, 以下我们说什么? 他认为凡事存在, 皆一定是自方存在的。 这个观点也是什么? 或者我们常常在经书里面讲到说什么? 哦, 他当寻找寻找寻找到最终就一点, 他就要指出有一点, 有一个发源点让他可以产生书, 这是人啊, 或者这个是瓶子啊, 或者这是马车什么, 他怎么样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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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丑, 他要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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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镜上没有一个点可以从这个发起的话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存在, 所以万事万物一定要有一个, 智方存在 这个概念是什么 是我们从毗佛沙宗 金部宗 唯士部 一直到什么 中观秩序派都有这个概念 我有什么 我有龙树菩萨 阅称菩萨 圣天论师 或者佛护论师 他们会认为说什么 完全没有一个点可以给你的时候 所以以前我们开玩笑的话 真的来讲的话 大家现在都觉得 龙树菩萨怎么多伟大多好的 很多在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 会觉得说什么 龙树菩萨是不是走太过了 走到那种无边了 以及到那个极端的边了 所以为什么也是在这边 我们常常引用的那一句话 在中大师 也是一样在他的 普吉道次第广论里面的 匹婆神纳的这个地方 就说什么呢 在中关的最主要的 也是最难成立的一点是什么 是在无自信的当下 还有作用吗 是这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用简单来讲说 是在空性的本性下 还有缘起的作用 这才是中关的最关键 或者最难的地方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 现在开始迈进 有介绍开始一些空性的道理 可是以 不管是 哪一派 就是我们目前的介绍的 到目前的为止 到维斯派的话 他认为一定是有一个 质方存在 一定要从 我们所谓的质方的存在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追根究底到任何一个东西 它只要存在的话呢 它不可能是 仅仅因缘合合就可以有了 它一定是说 我要从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原始点 所以为什么他就说 像维斯派就是举什么 像一个说 无敌我他的我是什么呢 他就举阿拉耶士的吗 在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后面 如果看悦真菩萨说什么 会有阿拉耶士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种维斯派的论师 太窜息了 常一自主的我直的见解了 他会认为有阿拉耶士是什么 是受到了 常一自主的我直的见解 从无始以来就有一个心事 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是受到 他们是说是受到 常一自主的我直的见解 才会有一个阿拉耶士的见解 但是以维斯派本身 他为什么一定要认知 他和我说 以后我们再看广论后面的 彼佛舍娜的时候 我到看后面的时候 也才知道说什么 他说 阿拉耶士是简责 圣意会去危害的 我们是不是 但是大家如果有慢慢听过 没关系 如果没听过没关系 我先讲一下 大家如果听过是 中观应成派是说 如果是存在 他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 为民人士所供需 不被民人士所危害 不被圣意量所危害 这三个条件 聚集下 这件事情才可以说是有 他也只是 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他就有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记得是什么 在 彼佛舍娜后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 应该是 县关的第三年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辩论是什么 那一年的考试 就是辩论这个 这个题目 就说什么 他说 在这个时候 所谓民言量所危害 是什么 是我们例如说 把草神 说成是蛇的话 这是由民言量去危害 因为明明我们就看到 草神是草神 而不是草神是蛇 可是我说 圣意量去危害 我们一般会说什么 这个东西如果是 地时存在 或真实存在 这是被圣意量危害 这我知道 可是 明明普道次第广论 在匹伯舍娜 这段说什么事 例如阿赖耶士 他那时候讲说 为什么要讲说 阿赖耶士 是被圣意量去危害 而不是被民言量去危害呢 的时候呢 到现在回想之后 才知道说 那时候 他说什么 因为他的阿赖耶士 要不要成许与否的 关键是在于什么 是因为他 已经碰到了说 这个东西一定是 有一个自方存在 有一个东西自信存在 那个心事 是自信存在的缘故 所以他才安利 或才取名说 有一个阿赖耶士了 这个一切的阿赖耶士的 这个概念 或者这种想法的 关键 或者他的 真结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说 他执着了一个 万事万物 要自方存在的 这一个点 所以 这个为什么说 阿赖耶士危害的量 或者危害他的事 是什么 从中观的观点来讲 是减则圣意的量 或减则圣意 是去危害他了 那总之 这是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慢慢提起的话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说 一切的万事万物 以为是派的观点是 一定要自方存在了 但是什么呢 所谓的依他起跟原成死 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等于说 万事万物的发源点 这些东西才是什么 才是自信存在也好 或者 对不起 自信存在也好 地时存在也好 只有这两个是 我们叫地时存在 自信存在 这个说法 因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是空性的 它的本性是空性的 可是它的表现出来的 一定要追根究底是什么呢 是一个 有一个无常 作为它的 发源地 或者发源点 所以这叫什么 它才是叫地时存在 真正的存在 真实的存在 而骗迹所值的话呢 我们不要说 没有的那一块的 无相的 我们说 有这个 明言的骗迹所值是什么 因为它 只是依靠着某一个无常 而安利出来的 而 仅仅为明言 去取出来的缘故呢 我们叫它什么 它是 无自信的 或者无地时的 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一般 大家如果像 被口诀一样 我们以前在学维世的 也一样 老师说被口诀 被口诀一样 说什么 骗迹所值是无自信 依它起跟原成时 是有自信的 这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 维世派的 它的中心的见解也好 或者它的核心的见解 在说什么 就是骗迹所值 骗迹值是无自信 依它起跟原成时 是有自信的话呢 这是维世派的 它的最核心 万事万物 是依着这个而走的概念 来走的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中文派什么是 万法是无地时存在吗 一样这个来讲 维世派的中心的 核心的见解是什么 是骗迹所值是无自信 依它起跟原成时 是有自信 这个是它作为它的见解 依这个而发源出来的 那我知道我们有一点问题 我们可以花个十五分钟 我们来大概 如果大家对维世派这边 或者之前的也可以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来问 刚才讲到说 这个无自信跟无地时 这两个一样吗 意义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说 我们跟这个极美汪波 就是二世的妙一喜金刚的转世 有一点看法不太一样 我们习惯福生大师的说法 我们认为说 自信存在 跟地时存在 跟真实存在 是一样的 不管是维世派也好 或者是自信派来讲 一样的 可是 你还说什么 自信存在 跟自方存在 又不太一样了 自信存在 跟自方存在 是不一样的 而妙一喜金刚的这个转世 就是极美汪波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把他认为说 自方存在 跟自信存在 是一样的一件事情 而 地时存在 跟真实存在 他们是两个来讲的 就是 自方跟自信 变成是一样的一种说法 而真实跟地时来讲 是一种说法 所以我觉得 如果意思说得出来 这个名词 因为以前的 很多人的争议 说什么 有些人说自信 有些人不是 可是你要看他的 前后文的 想法是什么 实际上来讲 是一样的一件事 他只是把 这边的 金美汪波大师 是说什么 是把说 自信跟自方 说成一项的 而我们一般 习惯的说法是什么 是 自信 地时 真实 是一样一挂的 那样子 这三个跟 自方存在是不一样的 对 好 那刚才我们在 那个共学的时候 有讨论到说 那个片技所值 他不是说 除了空性以外的长法 对 还有一个没有的 那问题是 除了空性以外的长法 跟那个 仅仅为分别新所案例 跟那个 仅为分别新所 或者是 分别新所案例 分别新所案例 也是长法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样子会 因为 因为片技所值 仅为分别新所案例 但是呢 有一个长法是 他分别新所案例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 我可以说 片技所值 他是 除了空性以外的长法 他就包括了那个 不是 这就要回想到 分别新所案例 我知道 我听得 这变成像 我们要回去像 我们把以前的 色类学的东西 要捡起来用了 这等于说什么 你问我 你现在问题等于说 问的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说 好 如果 所值啊 我现在用先例子 你说所值 是长的话呢 那瓶子不是 也就是所值吗 那 是不是瓶子 也要就变成是长的话 问题是像这样子的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问说 仅为分别新所案例 是片技所值 的定义嘛 对不对 说 凡是片技所值 一定是仅为分别新所案例 那你现在把那个 仅字拿掉说 分别新所案例 那我会说什么 什么叫做分别新所案例呢 万事万物都可以说 是叫为分别新所案例的 为什么他可以说 在万事万物都可以叫分别新所案例的 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 是不是我可以 万事万物我都可以用分别新 都可以浮现出来 不仅仅是长法而已 不仅仅是长法 只能在我分别新浮出来 是无常也好 是没有的也好 是长的也好 都可以在我的内心浮现出来吗 所以可以在我分别新上这样子浮现 或者可以有我的 我们用案例说 可以由我的分别新这样子 把它化现出来 或者把它可以看出来的话 这就叫什么呢 叫分别新所案例的 好 那我们讲这么广的时候呢 那分别新所案例是长的 就像你说的 分别新所案例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长的 是骗击所值 但可是不代表说 凡事分别新所案例 就一定是要长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嘛 所值是长的 但凡是所值 不代表它一定就是长的嘛 这个是一样的跟我们 大家慢慢会看到 为什么以前 一直在讲色类学的逻辑 去想的时候 以前是用颜色 简单的 后面的逻辑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用 套用一些不同的名词 套用一些不同的思维 可是那个逻辑是 几乎是相等的 跟我们以前的这样子 上课前大概也有问到的二显 二显请这个下解释一下 好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每一中 每一派 对二显的又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概念 可是在为事的这边来讲的话 二显可以有两层的二显 有两层的解释 它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它会说有一种是 自正分是无二显的 有一个自正分无二显的 它有一种是什么的话呢 有一种所谓的 圣意中没世俗的二显 所以这个二显的意思是什么的话呢 因为它说什么 为什么它说自正分是无二显的话呢 自正分它什么都没有看到 它只有看到说什么 它所语言的那个心事嘛 对不对 它任何的东西都没有观察到 它就是看到一个什么 就只有它所缘的内心 所以我们叫它什么 我们叫它说能取嘛 能取相嘛 对不对 我们说所取相跟能取相里面 大家能取相 它只现出什么 它就只现出来那一个心事的东西 它看不到任何的 那个所缘的那些的境啊 那些东西来讲 所以我们讲说什么 我们会讲说有一种叫 自正分的无二显 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无二显哦 这就是讲说什么 在经书里面会讲到说 很多别的派别就根本不会讲到这个了 因为它根本不承认自正分嘛 像我说在映城派的 你说无二显跟这个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是有承认自正分的这个 讲说所谓的自正分的无二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自正分看过去的时候 它只有看到心事的这一块 它看不到那个所缘的那个境 就是我们以前是有略略在 这一个行课的前身 我们在心内学里面有讲的嘛 是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有承许这个自正分的时候 它一定是承认许什么 它承认一个境 一个事 一个自正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关键在什么 它为什么要承认自正分呢 因为境是有谁来确认呢 是这个事嘛 它有这个事可以去确认 可是这个事是谁来说它存不存在 或者我怎么去安利说 这个东西是有跟没有呢 唯一是派的那种说法就是说什么 它就有一个的心事 虽然这个心事它没有办法了解自己 但它有一个紧跟着它的这个自正分来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这个关键 里面我们已经几乎是讲到说 印诚派里面的两个不共的观念说什么 为什么不承许没有自正分 第二个说为什么不承许外境存在 而不承许说有阿赖也是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一般讲说 印诚中关印诚派有八个不共的特点 里面的两个大特点 我们今天就已经在解释的话 因为自正分 你要承许自正分的关键 就是有在承许关键在说 也是有没有一个自方存在的 因为他觉得说就要有一个最原始的点 那不能是和和而有了 就要有一个点在那边的时候 他说心事的那个追到 真根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自正分了 他自己了解 他不仅他了解那个心事 他自己又证明自己 这叫自正 这是我们讲自正的无二贤 可是我们一般讲说 无二贤的去正德 无二贤的去正德是什么呢 是他专注一致于空性 而没有任何的世俗的显现 所以就像什么呢 我们说 例如说根本定的 我们常常举的那个 见到的根本定 在于说什么 我们不是讲说无间到 卸托到 这两个的时候都是什么呢 都是所谓的根本定 所以根本定是无二贤的 无二贤的是什么 他除了 究竟意义 除了空性以外的东西呢 他什么都显现不出来 因为他已经是把 应该说十二万分的精神 已经贯注在于 这种究竟意义的当中 在这种的道理当中 或者去思维的时候呢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世俗的显现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错误的了解 说好像了解通达空性 一定就是无二贤的去 他把它好像化为一个 不是不是 刚开始了知空性 是像我们用推理的 用正音的去了解 是到 我们要到 繁复到进入圣者的那果位 见到的那果位的时候 他才会 初次的 去无二贤的去了解空性 是在于见到吧 这个见识就是 宪政嘛 或者说无二贤的去了知 空性的这个 所以这个在讲说 不管是唯师派也好 秩序派也好 应神派也好的 无二贤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 他每一个二贤的标准 又不太一样 有些是没有显现出 外境与世俗的东西 有些是说 没有显现出 地时存在的 有些是说 没有显现自行存在 等等等等 这种说法 一步一步会 对他的 对法无我 或空性的解释 会不一样 但是 从总的讲的话 是什么是 他就没有所谓的 世俗的显现 叫无二贤的呢 这个群组上面 有一个师姐有疑问 但是他题目很长 我大概知道 我看过 大家如果想听 我们再 大家回家看 那个群组的问题 因为我怕 问那个问题 就要大概五分钟了 那样子 我说 我来直接回答 好不好 因为 这个是我们常常 讲的 跟大家讲 因为他把两个见解 合并起来了 合并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不是常常 在课堂上 有跟大家讲过说 以维斯派的观点 来讲的话 当你 简责下去的时候呢 一个是 我不简责 我从初分的去讲 跟我去 简责下去 而说的时候呢 我从我们 初分的去讲 我不去简责 这谁 谁 谁 谁化现出来 我可以说我们是 共同看到了 这个佛像 我们在这个 还没有去 简责说 这个是外境 存在于否啊 这个是谁看到的啊 是谁的 的习近 我们就从 一个初分来讲说 我们 像我说我们是 你看你说 假使我说 在你问维斯派的 论师 如果今天 无浊佛是来 你说 我们大家是不是 都住在台湾呢 不是不是 我住的台湾 你没住到 你住的台湾 我没住到 他不会这样子回答吧 那样子 我说他不会这样子 我说 我们大家要不要 一起去吃饭呢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不可能啊 你看的电影 我们看不到 我看的电影 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要一起去 那样子 他一定会说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嘛 从没有简责的 从初分上面来讲的话 他会说 我们有个共同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讲 可是当你一简责 说 那我看到的佛像 张三看得到吗 张三的佛像 看得到吗 或者他更一步 像刚刚问的问题 里面就说 那到底有没有 外境存在的瓶子 还是没有外境存在的瓶子的时候呢 这是不是就简责下去了吗 因为他已经简责下去了说 如果这个佛像 不是由谁的习气种子而化现 或者可以看到的话呢 它就变成外境存在 那你又说 有一个共同的来讲的话 我说你就把两个 你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世俗跟圣意的 世俗跟 你是两个完全的 不同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可以共同看到 那是在世俗的 共许的 你一程许说 那你说 那你世俗又说这样子 那我从圣意的角度来讲说 那个东西是 外境存在 还是不是外境存在 还是你的习气看到 还是我的习气看到 那就是简责圣意 那就是我们在说 简责圣意了 从出分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 上次我们讲嘛 我不去检责 我从出分的 不去观察这样 我可以说 我们大家共同看到 这件事情了 我共许了 我在这个 可是我一简责下去 或者是我们 因为大家有可能 比较不习惯为事的 我说像中观 月城菩萨的说法 是不是就说这样子 我只要不碰它的时候 它好像好好的 可是我一再简责下去的时候 这一切东西就瓦解掉了 一样呢 这同样在为什么 月城菩萨他在他的入宗论里面 就讲到那个入宗论知识说 印诚派跟秩序派的分辨 还比较容易 是为事派跟中观印诚派 还反而很难 因为很多地方很相似 讲的会有一点像错乱的时候 所以你看在月城菩萨的入宗论里面 第六品里面的后半段 等于说一大半的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破为事的 它后面一大段都是在破为事派的 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 就是说什么呢 为事派刚刚讲的 因为刚刚这个问题是 大家如果好像我没问题而直接回答 可是因为那个问题真的是描述的很长 大家想了解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回去看群组里面问的时候 他等于是把说 而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看到的东西 可是又说这个要无外境存在 又要由习习种子所化现出来的话呢 这是什么的问题 是他把世俗的东西用圣意的去检测了 你把圣意的东西检测 当然就不可能是世俗了 就说我说什么 当如果你一检测说 不是如圣法师看到的佛像 张三看不到吗 那你又说 我们有个共同所看到的时候 我说当你一说到 如圣法师所看到的这个瓶子的时候 张三就看不到了 这是你已经检测下去了 你说外境存在于否 你做这个检测 检测究竟意的这个检测已经开始了 可是你说我们不检测 我们就是很从很普通的 还没有去说什么的话 我们会不会共同说 张三也看到 如圣法师也看到 我们大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三十个四十个人 有没有都看到这个佛像 我们都看到了 可是你一检测下去 以维斯派来讲说 一号的看到的 二号没看到 二号看到三号也没看到 没有不可能有所谓的 共同看到的这样子 没有这个所谓的共同看到的 这也是有对大家有什么帮助的话 大家还有没有觉得每一次 现在尊者常常说他每一天都在思维入中论的三个理则 或者说三个或四个理则 一个是说什么 他说 我们来讲说什么 他前面来讲说 我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什么 剩意 剪则 剩意的事 变成 坏灭 事物的因 这第一个 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所谓的 名言地 或者所谓的 世俗地 可以 堪称 变成 可以堪称 剩意事的所剪则了 刚刚这个的 说法 我们会慢慢知道 我们在中关派我们会一一一再去做解释 可是这一个刚刚的问题 等于说变成什么危害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第二层的那个危害 就是说 名言是 或者 对不起不要说名言是 世俗地的东西 本来就不可能承受得了 剩意事的危害 而刚刚的那个问题就变成说 好像你说的明明说我们三个人可以看到一个瓶子 那到底这个东西是谁看到的时候呢 这就是你要把世俗的东西 用来 以为是派 对不起 以为是派的说法 你是把世俗的东西 拿着剩意的量去做检测 它不可能受到检测了 如果这个世俗的东西 可以堪称为 被剩意的这个量去检测的话呢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要说 它就要外境存在的 为什么 维斯派说 这个东西是 没有外境存在 因为你用剩意的量去检测它的时候 它就瓦解掉 它就不存在 所以它才在无外境存在 这是它的 也是它最主要的原因说 为什么无外境存在 像我们上次 在经书里面举的很多的例子 是不是说 一瓶水 由天人看到是甘露 人看到是水 恶鬼看到是浓雪的时候呢 这三个都是量 不是谁对谁错 而这三个都是正确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时候呢 它就是说 没有外境存在的 可是你说 我们三个 有没有共同看到 一杯的清水呢 或者一个 我不是说 普通的水 而是那个 丝且润的东西呢 他们会说 那个丝且润 我们三个都看到了吗 从没有 从广的来讲 你说 我们说 或者如果不这样说的话 我们怎么可以说 有三个众生 在同个时间看到 一个清水 或者他 如果真的来做 简则的话呢 不可能有 同一个时间 三个人看到 同一杯水嘛 他变成是 三个人看到 三杯水了嘛 所以 是什么 从没有简则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 他是看到了 三个人同时看到 一杯水嘛 可是你 简则 一简则下去 是什么 就是 天人看到的 人看不到 人看到的 恶鬼看不到 恶鬼看到的 天人看不到 等等的 这就简则 他所谓的 这是在 把 圣意的跟 世俗的 这是 把 唯士派里面的 简则 世俗跟 简则 圣意的东西 混在一起 就是把它 不是说混在一起 不是好像错了 而是说 两个的 简则的系统 交叉了 而本来这两个系统 就是完全是 不一样了 如果我再举 最后的例子来讲 就等于说 有一点像什么 如果我用显微镜 去简则的话呢 我会说 我什么 这些的 万是万我看不到 因为我 已经简则下去了 可是 我显微镜 所简则出来的 我用我的肉眼 我也看不到 对 可是 因为我们这两个系统 是完全 不一样的系统 你就说 我肉眼看不到的时候呢 如果我从共同 我说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这是我 用粗分的讲 可是我这样 我的视野当中 我用显微镜去看 是不是有那种 万事万物 有很多的 小小小的微尘 都存在这边 可是要用 微尘去看到了 但我用深意去 去简则说 我看不到你的脸 我只看到 一点一点 一点 的时候呢 这什么 因为我是 简则的量是 超乎了 世俗 我在简则 圣意的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两个是 完全两个的 简则法则的样子 对 好 那我们大概 到这样子 大家很好 慢慢慢慢 对为师的 有一点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慢慢 再参与的 这样子 好 那我记得 我们上次是 介绍到了 三项嘛 我们是不是大概 这个三项的 这一部分呢 嗯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好 我们到这边来讲的话 对不起 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嗯 我们应该是 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呃 我们为什么会上次 讲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呃 呃 应该是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是 分道来说什么的话 从一塌起 分出来的 叫做什么 什么叫做 清净的一塌起 什么叫做染污的 或者不清净的 一塌起吗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 什么叫做清净的一塌起 什么叫做染污的一塌起 就是由 叶跟烦恼而 生出来吗 所以 呃 对 我们应该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应该是到这边吗 看我们准备开始要介绍 有一点有关 圆城石的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分出了两者的原成石 或者我说什么 这个是我们一般 我们跟 我说我们跟随着福生大师的说法不太一样 可是我跟大家讲说 我就按照他的说法去解释之后 我在跟大家讲说 我们跟他不一样的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 二我随所空的真如 或者所谓的自信也好 这个真如是说什么的话 这个真如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 究竞义了 这边一定不是所谓的究竞义 他就是说什么 就是本来就如此的 本性 所以他的认知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所谓 坤克吉姆汪波的大师 吉姆汪波大师说什么 认为说什么 不管是普特切罗 无我来讲也好 或者是法无我来讲也好 都是什么 都叫原成石的 他正在说 二我随所空的真如 真如就是所谓的 什么呢 就是空于二我的这种的本性 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讲说 所谓的空性啊 不是万事万物都叫空性 大家以前会有 有我们说什么 缘起空性啊 空性缘起啊 缘起空性啊 是什么 不是一切法都是空性 而是什么 什么是空性呢 空性是那个究竞义 或者它的究竞的这个道理 或者真实的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呢 我们才在讲的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话 所谓的 我们一般 我们如果我不是 不是我 我们 一直这个 终于宝曼的话 如果是一直 福生大师来讲 我们会说什么叫做原成石 我们就说 只有空性是原成石的 只有法无我是原成石的 像我的话 我不会说 二我随所空的这个 这个本性呢 叫做原成石 这不是 我们会说什么 在以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 以福生大师说什么 他说 以所 所清静到 或者根本定 所原的究竞的境啊 就是 我们刚刚讲嘛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 无二显现的 这根本定呢 他所原的 这个究竞的境啊 这才叫原成石 所以只有空性的 而 这边所谓的 金本王波大师 他的认知就是什么 普特切罗无我 或者法无我 就只有这两个 我们不要搞错说 好像说什么 什么叫 二我随一所空的真如是 代表万事万物 因为万事万物都是 二我的所空嘛 对不对 他都是 都 没有一个是可以说 有 我的存在 这边不是 这边所举的原成石 都是那种 究竟的道理的啦 究竟的道理 就是说 不是普特切罗无我 这个道理 就是法无我的 这个东西 他只有这两个例子 没有 其余的 他说什么呢 他可以分为二类 不天然倒原成石 与 不变异的原成石 以真的来讲的话 我们 这是所有的 都有 程序的 或者都有 都有 都有讲的 就是 连福贞大师啊 这个分类都没有差别 就是说什么的话呢 在这当中里面呢 有一个是 正确的 是真正的原成石 有一个不是真正的原成石 只是取名为原成石的 我们所谓的说什么 我们说 这边来讲 所谓的不颠倒原成石的话 一定不是原成石 如果是原成石 一定是什么呢 是不变异的原成石 所谓的不颠倒的原成石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 维斯派的观点是什么 在所有的心事当中 只有两个心事是 不颠倒 不要说不颠倒 不错乱的嘛 完全正确的 有什么 有我们刚刚讲的 两个无二选的心事嘛 不是自正分 就是根本定 就只有这两个心事 所以大家经常为什么说 叫说不颠倒 就是没有错乱的心事嘛 这个不颠倒在什么 心事上面 而为什么叫做原成石呢 后面这个为什么 哪一个不颠倒的心事 是可以去观察到空性 或者如果以金门文部大师 可以观察到二种无我 可以不颠倒的 或者不要说不颠倒 不错乱的心事 来一个可以真实的去看到 两种无我的心事是什么呢 就是圣者的根本定 就我们刚刚讲的 具有无二选的 如此的 这样子的圣者的心事 或者根本定呢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在这边来讲 金书会讲说 不颠倒的原成石 但是什么呢 不颠倒的原成石 一定不是原成石 不颠倒的原成石 一定是一塌起 不颠倒原成石 一定是一塌起 不是原成石嘛 可是为什么我们叫他 不颠倒的原成石呢 因为他所观察的 只有是原成石 看他是不错乱的原故 不错乱的原成石 所以他是不是在举 这个后面的例子 说前者如圣者的根本制 或者根本定 来讲的来讲的 而第二者的话呢 说什么呢 他说 例如说 还有什么 第二者就是所谓的 不变的 或者不变异的原成石 如同法性 这个法性的意思 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空性的道理 就是空性的道理 叫法性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所谓的不变异的原成石 所以也可以说什么 原成石 跟不变异的原成石 是同意的 就是原成石 跟不变异的原成石 如果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说 原成石 不变异的原成石 圣异地 还有什么 空性 法无我 细分的法无我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一样的 圣异地 等等来讲的话 究竟异 都是的 可是 以 这边的 金敏汪波大师 就不是如此 他就 我们他就不能说究竟异了 真实异了 因为他含了什么 他含了 普特切罗无我 进去 所以我们 如果是福生大师的说法 他会说什么 普特切罗无我 可以称作为叫 以普特切罗无我的 概念而安立出来的 原成石 所谓的 普特切罗无我的观点 而所说的原成石 但不是 真实的原成石 他只能说 这是以 普特切罗 无我的 而去安立出来的 或者这个角度 而分出来的原成石 但他不是真正的 原成石 所谓的真正的原成石 只有法无我 只有空性的 究竟异的这一块了 好 那他说什么呢 不颠倒的原成石 虽然被列入原成石之一类 但却不是原成石 因为他不是 所 所比能净除障碍的 清净到的 究竟所原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 这边来讲的话呢 如果 这边所谓的原成石 什么是 应该这边所谓的真正原成石 说 透游圆着他 或者透游修他 可以获得 究竟的 果位的 如果透游依止去圆着这个呢 而可以不断的不断去去除障碍 而去断除障碍的话 这才是 所谓的原成石 而 我们再去圆着 这个根本定 或者这个根本制 他对于 对峙烦恼 或者去去除 烦恼 所知障 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用 去圆着这个心思来讲的话呢 没有帮助 可以去 对峙 或者可以去摧毁 烦恼是什么呢 这头圆着 不管是 普特邪罗无我也好 或者是 法无我来讲也好 这才是所谓的原成石 所以他 刚刚讲的 是不是我们说 以 福生大师来讲 他一定说 这个定义是 不完整 而是说我要 特邓着他 可以获得 佛头的果位 可以断除 所知障的 这才算是 原成石的 但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这边 他就说 如果可以 圆着他 而可以去 消除 烦恼 可以使 清静 获得清静 把一段一段的 一段的 烦恼去除掉 不管是 烦恼障也好 或者是 所知障也好 圆着这个境 而可以 不断地去除的话 这都可以算什么 算原成石的 我们想说 无我 跟 所谓的空性 都可以 那样子 好 那 还有一种分类 是说什么呢 他说 又把 所知可以分为 我们可以分为说什么 世俗地 跟圣意地 那我们这边 简单来分的话 我们先不要 按照他的文字 来去分 我们说什么 骗迹所值 或者骗迹值 跟一他起 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是 世俗地 圆成石 是什么呢 就是 所谓的 圣意地 简单来分 这个分类的话 就说什么 是 一他起 跟骗迹所值 是 世俗地 圆成石 是 圣意地 看 我们后面的定义 怎么看 我们再慢慢解释 可是 如果从 初分 我们现在所分的话 就可以知道 这是什么的话 好 那第一个 他说什么呢 什么叫做 世俗地 世俗地 说什么 以观察 明言的理智量 获得 知尽 就是 世俗地 的定义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刚刚 举的嘛 我们刚刚 是不是举的 那个例子 什么叫做 简则 世俗 什么叫做 简则 圣意呢 简则圣意 就是说 简则这个东西 是否是 外境存在的 他所简则 这个范围 是 是外境 存在于否的话呢 这个东西 如果有存在 他就会被 在这边获得 如果没获得 就代表 他一定没有外境 这是从我们说 简则圣意的 什么叫做 以维士派 什么叫做 简则圣意的量啊 是不是我们说 通达 无外境存在的 这个 这个心事呢 我们可以说 他就是 简则 圣意的量 因为他简则 他在简则说 有没有外境 存在的当下 而没有获得嘛 没有获得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叫 简则 圣意的量 我们上次是 在这个是 普提道次第广论 里面的 我们说 毗博圣纳 他举了什么例子 他说 例如说 我们这个人 在检查说 不是检查 有没有水 而是 他的检查的范围 是假设说 东方 有没有水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 刻意地在检查 东方 是否有水的时候 如果有水 是不是他要获得 但假使 他没有获得的话呢 这就代表说 这个地方是 没有水的嘛 所以我可以说 他在 这个真实 东方这个地方 有没有水 这个状况来讲 他已经了解 这个真实的状况了嘛 他不能说 你北方啊 或者西边 有没有水呢 这不是他的 检查的范围嘛 所以我们说什么 检查 瓶子是否是 外境存在的 这种的 圣意的量当下 他是不是 他检查不出 有没有瓶子嘛 对不对 我们说 你看 他检查的范围 就刚刚等于说 我说 你检查东方 有没有水 那你问我说 北方这边 有没有水呢 根本他 不能说 他说不出来嘛 他也检查不出来 这个范围 或者你说 我在检查 西方有没有水 你问我说 那有没有吃的 这不是他所要 检查的东西嘛 他现在所检查是 东方这边 有没有水与否 如果有水 他就会获得有水 如果没有水 他就会 如果他没有获得到 任何东西 就代表说 东方这边是没有水嘛 因为他是在 他所检查的 就是这个范围 他所检查的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讲说 瓶子无外境存在 是胜意的量 检查胜意的量 所获得呢 因为检查胜意的量 是检查说 那到底这个东西 是否是 外境存在 还不是外境存在 而当他没有获得的时候呢 他没有获得说 这个东西是外境存在 等于说他获得什么 他获得的这个东西是 无外境嘛 或者他了知了 通达了说 这个东西是无外境的 可是你不能掺杂任何东西 你说 好 那他有没有了解 瓶子存不存在 他有没有了解 吃的存不存在呢 这跟他的检查的范围 以外的东西嘛 那些是什么呢 那些就等于说是 检查世俗的量 在做检查的范围了 那同样你说检查的世俗量 能不能检查出 有没有外境存在呢 那根本不是他检查的范围了嘛 超乎他的检查的范围了 他在检查什么 北方有没有水啊 他检查说 东方这边有没有东西吃啊 他不再检查有没有水了 所以他检查的是 不一样的东西了 世俗存不存在 所以第一个来讲说 检查在世俗上 它存不存在于否的时候呢 当然如果这个量可以获得 就代表他是世俗地 代表他有存在 但什么呢 他不是所谓的究竟意了 而检查的圣意的量 如果获得的话呢 他说什么呢 他如果可以获得的话呢 代表说什么 代表他是真实的 他是圣意的 究竟意嘛 他只能获得什么 他只能获得无外境存在了 所以有另外一种说法 在中关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拉出来 如果你说 检查圣意的量 在检查而执着说 他可以获得世俗的话呢 这种执着是什么 他说这种是一种我执 这种是一种什么呢 这种是一个骗迹的我执 他不可能有巨生的 我再讲一遍 大家就说 如果把世俗的东西 执着成 执为说 可以被检查圣意的量 而观察到 而去执着这样的话呢 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一种我执的 这叫法我执 而是什么呢 这只有骗迹的法我执才有 就是你看嘛 我们刚刚如果思维这一段话来讲 因为检查的圣意的量 是不是说 他在检查这个东西是否是 以维斯派来讲 是否是外境存在 当你把一个 不是空性的东西 不是究竟的东西 丢进去 而你还执着说 他可以是被 检查究竟的心事 而去观察到的话 你是不是间接的 再承认说 他这件事就是外境存在的吗 为什么他就间接的去执着 或者说 承许他是外境存在 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例如说是瓶子 它如果可以被 检查是否是 外境存在与否的量 去观察到的话呢 只有一个道路是 这个瓶子 或者这变成什么 变成外境存在了 它才可以被 检查圣意的量 可以去观察到 因为你说他不是 检查 外境这一块吗 他是检查 瓶子这件事情呢 除非你把瓶子 说成它是 外境存在 检查圣意的量 没有原因要去 观察到它 或察觉到它了 他没有办法 察觉到这件事情了 好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的话 我有 另外一个 这个是我从 比较初分的 他有听到的 大家比较来讲 中大师在哪里呢 在他的 《日中认善选秘书》 有说什么 这个是以我们 一般的 简责的道理来讲 我们没有涵盖什么 我们没有涵盖 佛陀的一切智 如果涵盖一切智的话 我刚刚以上说的 就没办法 那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佛陀观察的 圣意的量来讲也好 观察世俗的量来讲 也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 常常在经书里面 看到说什么 观察如所有性 观察 尽所有性的这个智 我们上次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 在解释这个 观察如所有性的智 跟观察 尽所有性的智 对佛陀来讲的话 它只是 名言上的分类了 就是 一切总智 都也是 观察如所有性的智慧 也是观察 尽所有性的智 但是它什么 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讲 所以 也不能否认说什么 如果你 我们刚刚讲说 观察 世俗的量 观察 圣意的量 有包含着 观察 尽所有性的 一切总智 跟观察 如所有性的 一切总智的话呢 我刚刚以上说的 就有一点太粗分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 世俗的也是 观察 如所有性的智慧 也可以观察到 所有的 圣意的东西 就是 圣意的东西 也是可以被 观察 尽所有性的智慧 去观察到了 但是 如果我们不包含 假使这个地方 没有包含 佛陀的 这两个观察的智慧的话 刚刚以上说的就是 完全的 符合了标准 就是说什么 我们 只要是观察 世俗的智慧 当下 它是没有办法 观察到 圣意的 观察 圣意的 这个智慧的 观察当下呢 也不会观察到 世俗了 所以 很多人说什么 凡是 我举一个例子 我还听过说什么 观察 比如空性的 分别心 或观察 空性的 比量 又是 只是什么 所谓的 观察 世俗的量的话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 分别比量 这是错误的 因为所谓的 观察的 世俗的量 跟观察 圣意的量 不是以说 它本身是分别 还是限量 而是说 它所观察的 这个东西 它所观察的 范围 它在观察 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俩来做 区分的 那样子 好 那 这边有 大概有一个 粗分的 这样子的理解的话 我们后面 大家才可以 比较知道说 什么叫做 观察世俗的 的量 什么叫做 观察 圣意的量 那边是不是说 那 以观察 明言的理智量 这就是说什么 观察世俗的量 以观察 明言理智的量 所获得的 所得的 或者说 他所观察到的 他所观察到的 这一切的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这就是世俗的定义 所以说什么呢 想说 不管说什么 所谓的虚假的 世俗的 明言地 这边都什么呢 这都是在于 维斯派来讲的话 这都三者是同意的 就什么 世俗的 虚假 因为 我觉得他这边 翻来讲说 虚假的事物 都有一点太出分了 那样子 就是 因为我们习惯了 事物是 无常 所以这边 不仅仅是讲 虚假的事物 而是 我们可以说什么 虚假的事 或者虚事 这个都可以表达 你讲 虚假的事物的话 就会认为说 它是无常的而已了 这边不是只有 指无常 就是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假象 假象 或者说 世俗地 明言地 或者所谓的 这个明言地 跟明言有 又不太一样 明言有 是代表说 一切存在 都有叫明言有 可是 不是所谓的明言地 明言地 就是所谓的世俗地 假象 这些来讲 是一样的 那以观察 圣意的理智量 所获得的境 就是圣意的定义 这根 空性 法性 原诚实 圣意地 它说 真迹 真如是同意的 因为这个什么的话呢 我会有很大的 一个疑惑 我为什么一直说 我的看法 不要说我的看法 对不起 我习惯的 我跟随着 扶生大师的说法 会跟这个 有一个很大的出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说 你看他后面举的 他就说 空性 法性 原诚实 圣意地 真迹 真如都是同意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问说 那你问 普特且罗 无我是空性呢 还是不是空性 因为他是 随二而空的 真如其一嘛 对不对 他是 他是这个来讲的话 你说这是真如的话呢 那不是就变成 他是空性的 那你又说 他又是旧经义了 但明明他就不是旧经义啊 因为他是 不是有比他更细微的 有比他更什么 他没有办法通达的 因为他讲说什么 身文秤 没有办法通达 法无我嘛 这代表他就不就近了 有一个比他更 圆满的 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有 很 疑惑的 因为他就刚刚讲说 真迹嘛 就是这个字已经是 最就近的 就是真迹里面 就是真实的边界了嘛 已经就没有比这个 更细微了 没有这个比 这个更为就近的 来讲的话呢 那明明 有一个法无我 来讲的话 那你怎么可以说 普特切罗无我 是真实意啊 或者是原成事 这是我们会的疑惑 我说如果 我们来有辩论的话 我会提这个疑惑 但是 以他们来讲的话 我在猜啦 就是我们会说什么 这是以普特切罗无我 为的空性 像我们会说 以普特切罗无我 最所迫的空性 这我们可以这样讲 可是我说什么 像我刚刚讲嘛 普特切罗无我 的原成事 但不是原成事 一样 他就说 以我们来讲的话 空性就包含了 普特切罗无我 法无我 都包含的话呢 这应该是他们的 解释的方法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 我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他的 中间的 程序的 细微的 的地方来讲的话 我不一定是解释的 应该说很详细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 承许这一派的 那种的 看法这样子 有可能有一些的 那 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 他说 凡是圣义地 皆骗于 自信有 而世俗地呢 则皆不骗于 自信有 以 依他起 虽然是 自信有 骗几诸法 则是 志向 不存在的 缘故 那说什么的话呢 这边来讲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不是大家 我们有一个口诀 说是 以骗几所值 是 无自信 依他起 跟 原成实 一定是 有自信的 好 这是 因为这是 两派的分类 我们不要 这个刚开始 我也是很困扰 因为我会被 两派的分类 好像有一点打混的 大家有 刚才 有一类的 所知的分类 是什么 是 骗几所值 依他起 原成实 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把骗几所值 它固在一边 依他起跟原成实 归类在一边 怎么归类呢 骗几所值 是不是一定是 无自信 依他起跟原成实 一定是自信 现在是什么呢 他用另外一个 明言有 不要说明言有 世俗地 跟圣义地 世俗地 包含了什么呢 骗几所值 一他起 是世俗地 这一方 我们就把 一他起 跟骗几所值 归成世俗地 圣义地 是骗什么呢 归原成实 又把 要做另外一个分类了 所以 原成实 一定是什么呢 或者我说 圣义地一定是什么呢 圣义地一定是 自信有 而这世俗地 是什么呢 是可能有自信有 可能是 无自信有的 那 在世俗地里面 所谓的自信有 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 以他起的吗 在世俗地里面 谁是无自信的呢 是 骗几所值 因为我刚开始 大家不要听到 好像这样很容易 我说我在 我脑筋那时候 我记得我在学 维师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 就搞混很久了 因为把这两个分类 把它混在一起 等于说 它有三个 三个地方要分了 一个是 骗几所值 归 无自信 一他起 原成实 是归 有自信 它就是 一种分类 它因为它一种分类 是世俗地 跟圣义地的时候呢 圣义地 是归 一切的都是归 有自信 世俗地 是归 可能有自信 可能无自信 反正为什么 等于说 如果我们有这个的 基本的 了知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 他就说 如果是圣义地的话呢 这一定就是 自信存在了 这就是 我们刚刚会问的问题的话 所谓的圣义地 是一定是空性的话呢 那普特且罗无我 是算 圣义地 还是世俗地 如果你们 大家问我的话呢 我会说什么 我会说 若是圣义地 一定是 自信存在 但是什么呢 我会说 普特且罗无我 不是圣义地了 因为在我们 福生大师看法的话 我会说 普特且罗无我 是什么 是骗气所持 我就习惯说 普特且罗无我 一定是 无自信的 我已经习惯 所以我看到 他这种用词的话 我都会 还会有一点错乱 因为觉得说 从文字上会看到 有一点好像 不同的想法 可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会说 像刚刚讲的 若是圣义地 一定是 自信存在 而 普特且罗无我 这件事情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无自信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 骗气所持 我们刚刚讲 凡是骗气所持 皆是无自信的 凡是原诚实 一定是 有自信的 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若是圣义地 则一定是 自信成立的 但是若是 世俗地的话呢 就不骗 是自信成立 或者说 我们用白话一点 就是说 他不一定 就是自信成立的 对不对 不一定是 自信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 依他起 是自信成立 但是 骗气所持的法 他就说 骗气所持的法 有这个意思 就说什么 骗气所持里面 是不是所有的 都要自信成 无自信的 骗气所持 一定是无自信的 但是 可是 里面的 为什么要讲 骗气所持的法呢 因为 骗气所持里面 还包含一个无的话呢 无是没有的 无不能属于 在世俗地里面的 世俗地一定是 被某一种量 正确的心事 去证得的话呢 骗气所持 是不是存在 是存在嘛 骗气所持是有的 但如果是骗气所持的话 不一定就是有 不一定是 世俗地 例如说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无相的骗气所持 可是当大家讲说 骗气所持的法 就是等于说什么 他要举的就是说 所谓的 明言骗气所持 明言的骗气所持 就一定是有的 这个骗气所持的 这一方来讲的话呢 这一方来讲的 这个法 一定是无地实 或者无自信存力的 好 那 这边来讲的话 他又说什么 他说 又虚假 你看他后面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说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说 有学过辩论的用词 跟没有的会 不太一样 他说什么呢 他后面讲说 我就会成立说 若是虚假 不一定是 虚假成立的 为什么来讲的话 上面他讲说 这个虚假的意思 它上面翻成是 虚假的事物了 你翻成虚假事物 就有一点过于了 而是 你说 凡是虚假 这一定不一定是 虚假成立的 为什么来讲 什么叫做真谛呢 这边所谓的真实 大家如果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真谛是什么 就是圣义地 究竟以真计 它真的 这个计 我们所谓的真实 真谛是什么呢 是空性 或者是所谓的 原诚实这一边 所以呢 虚假包含了什么 是不是就世俗地了 虚假包含的世俗地 所有的世俗地里面来讲 是不是就包含什么 骗迹所值 跟依他起 都是所谓的虚假吗 那我们刚刚讲的 虚假成立跟 地实成立 真实成立的话 是什么 是一定是虚假成立 跟真实成立 这两个是一定是相为的 不可能有一个又是 虚假成立 一个是真实成立 但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又是虚假的 但是真实成立的 这个例子有没有 就什么 一他起吗 我们刚才在讲一遍 我在 我在把大家的逻辑 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知道说什么 什么叫做真 假 或者真地跟虚假呢 真地的这边就是 想说在想圣意地 为什么叫他真地呢 因为是 究竟的智慧而去 所获得的 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叫真地 也就是圣意地 也就是我们这边 所谓的圆成实 这叫真地 可是这个真地 跟真实成立呢 又不太一样 或者我们所谓的 自信成立 反而说 若是真地 一定是真实成立 一定是地实成立 这个我们可以讲 因为大家还记得 我们说什么 若是圆成实 若是一他起 一定是自信成立 我们是不是刚刚已经讲了 若是一他起 圆成实 一定是自信成立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所以代表说什么 若是圣意地的话呢 若是圆成实的话呢 一定是地实成立 这个可以来讲 可是所谓的 什么叫做虚假呢 就是世俗的 世俗所观察的 它还没有到 究竟的那个体系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叫它虚假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是存在是存在 但它不是那个 究竟的体系 它是依着这个 而发扬出来的嘛 依着这个 而发扬出来而已的 所以它叫虚假的 也是什么呢 我们讲说 这就叫虚假的 可是虚假的话 不一定是什么 虚假的成立嘛 虚假成立是什么 就是无地实 无自信成立的 所以虚假里面 有没有是无地实 无自信成立呢 有嘛 有嘛 是谁 骗迹所执嘛 骗迹所执 皆是虚假成立 或者说 无地实成立 无自信成立 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 又是虚假 又是地实成立呢 就有了嘛 那是谁 那就是 伊塔奇嘛 伊塔奇又皆是虚假的 为什么 它为什么叫虚假呢 因为它不是被圣意量所观察的 而但是它是存在的 这叫虚假了嘛 而为什么叫 地实成立呢 因为是不是说 它不是仅仅是分别心所安立的嘛 它是有它真实的作用 或者它是有它真实要 所谓的究竟意 所以我们讲说什么 它又叫地实成立 但我们讲什么 它叫虚假了 这是两个体系嘛 这两个体系 可是很容易分是什么 是地实跟地实成立 虚假跟虚假成立 会有错误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 我们做最后一个 来跟大家讲说什么 地实的话一定是地实成立 但如果是地实成立的话呢 不一定是地实的 同样 我们说什么 若是虚假的话呢 是不是 如果是虚假的话呢 不一定是虚假成立 但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虚假成立的话 一定是虚假的 反过来 我们以前 我常常讲是什么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 反过来 如果是地实的话 一定是地实成立 如果是虚假成立 一定是虚假 可是什么呢 如果是虚假 不一定是虚假成立 同样 如果是地实成立 不一定是地实 所以刚好反过来 刚好反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在 什么 我现在都还记得 因为这个是在 评论被老师骂过很多次的 那样子 大家说要把它背出来 要那个 因为有一段的 很长的经文 要背出来 就是在福生大师的 解释的经典里面 就有讲说什么 就是地实与地实成立 虚假与虚假成立 是要切割开来 要分割的 这就是 维斯派里面的 一个说的分法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会从后面的 他是把 这个一样的概念 一一的下来 下面他就开始介绍了 三十遮浅法 就是大家还如果记得 我们以前在 匹婆沙中 金不中 是不是也是就这样子 介绍了下来 从所知的分类 到说什么 时间的分类 到成立法 遮浅法的分类 现在等于说 我们有这个基础的话呢 维斯派就把它 添加进去而已了 几乎是 一样的 比较大的 不一样的点 我们已经 以上都讲完了 我刚刚还记得 我们群组里面 有一个问题 我快速地来跟大家讲 他问了说 一个蛮专有的 一个术语 在说什么的话 他说 维斯派里面 有用一个词汇 说是 依他起为 片迹所值空 则是原成实 是不是 依他起 为片迹所值的空 则为原成实的话呢 这在哪里 我们会看到这个词汇 这个词汇 是在以 解身秘经里面用到的 解身秘经 用到这个词汇 说什么 什么叫做空 其实是 依他起 片迹所值空 为原成实 简单来讲的话 因为这是我们后面 在解释 维斯派的见解 会更 详细地去介绍 可是这个不是说 一般的 一他起 片迹 一般的 片迹所值空 就是原成实 他举一个什么 叫做什么 比如说 一他起 是瓶子 我们刚刚讲 所有的片迹所值 都一定要有一个 一他起为 做原点 如果我用 假设 这个一他起 是在指 瓶子来讲的话 它上面 这个片迹所值空 是在指谁 是 外境存在 瓶子的外境存在 瓶子是外境存在的 这个地方的片迹所值 才是讲说 一他起 为片迹所值空的 是原成实 是不是我们说 瓶子是外境存在 这一个点 也是片迹所值 是什么 是无相的片迹所值 所以当瓶子是 是外境存在的空 这是不是原成实了 这个是在 为是派所要讲的 我们常常讲的 在《解圣明经》里面说 一他起为片迹所值空 为原成实 不是在讲说 无常不是常法 就是空性了 不是在讲这样子 而是说 我在一个点上面 一个点上面 像瓶子的一个点上面 瓶子 这个一他起 是片迹所值的 无相的片迹所值的 这个的 没有的 这个外境存在 不是这件事情 或者这件事情不存在呢 是什么 是瓶子的原成实 或瓶子的旧经义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 可是我们后面会 我会把那些的 聊不聊一三座 障乱的这个名词 把它拉过来 跟大家解释的话 大家比较看得懂 这个希望说 我是希望说什么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特有中意就把 将聊不聊一三座 障乱 或者乃至是 解圣明经的 所有的道理 讲得那么的清楚 可是至少什么 大家以后看到 唯士派的任何的 的东西 至少这个名词 不会变得 不会那么的生疏 大家还知道说 他到底在 举着什么意思 他在描述什么的道理 以后我们一听到说 阿赖耶士 虽然有可能我们自己 不一定要去承许 有阿赖耶士 但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 吴卓菩萨 世心菩萨 他为什么要承许 有一个阿赖耶士的 他的依据的 他不是随便乱编出来的 而是他是有一套的正理 他是有一套的思维模式 所以为什么认为说 我必须要有一个阿赖耶士 这个的话 我值得根本是叫什么 叫莫纳斯 为什么会有这个莫纳斯 跟这个阿赖耶士来讲 我们会慢慢慢慢 一一一一的去介绍 至少说 对唯士派的见解 有一个比较详细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听到 就是万法唯心 就好像 好像所有的东西来讲的话 到底是维斯在讲什么 是对维斯派的这种见解 有一点点的略略的 他同样也要从 我们上次讲说 慢慢在维斯派想 到最后要解决的是什么 是为什么跟外境存在 跟维斯有什么相关联性 可是这还是只是一方面的见解 我们还有有另外一方面的 名词我们都还没有介绍 这回我们会慢慢慢慢 再介绍维斯派的见解 因为另外一方面的名词是 他们说 有一种说法在西藏说 在宗大师还没有诞生之前 或者没有做这个 清楚的解释之前的话呢 这两个他们没有办法 结合在一起 就是各分各的去讲了 如果你各分各的去讲的话 没有办法获得 维斯派的真正的见解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只有一直在偏着是 无外境 只有心事的这一块去讲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派的 完全是的建立 我们还没有提到 这个是我们到 将在后面 这是有关来 这是在于歇世帝论里面讲到的 有一个于歇世帝论里面的 这一派的逻辑 或者他的用的名词 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提到 如果我先讲一下 我们下次可以提到是什么 他说什么 如果大家有听到说什么 比如他说 色是色的声音的 所屈辱式的自信空 或者色是执着色的 分别心的单着式的自信空 等等他用诸如此类的 这个名词的话呢 这是维斯派的另外一派的 或者另外一脉的思想 另外一脉的思维的话 最关键 最难最难的 我们说以前在 了不了以上 中大师后面有说 有五大问难 对维斯派的 人家对维斯派的问难 中大师以维斯派的观点 去回答的时候 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把这两派的见解 合在一起 说如果执着一个 为什么要执着一个 为什么通达一个 要通达一个 这个是最关键 已经是最难的 这个一个点是在后面这边 我们会慢慢对 维斯派有一点点的了解 我们会慢慢加进去 所以可是目前 目前到哪里的话 我们应该是到 这个礼拜我们对一个 比较详细的去介绍 两个对维斯派的系统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应该说骗机所值 依他起跟原成石 它在这里面 里面有什么是自信成立 什么不是自信成立 什么是地识成立 什么不是地识成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系列的分法 就是世俗地 以及圣义地 以及我们对 检测世俗的量 以及检测圣义的量 对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一个概念之后 和世俗地里面 有哪几则是 或者世俗地 它是自信成立 还是或者说地识成立 还是圣义地 是自信成立 还是无地识成立 是什么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 这边的一个简直 我为什么没有讲 那么清楚 我想说 大家如果还没有清楚的话 在下个礼拜前 我们复习 大家还可以 这就是复习的目的了 这就是大家 我讲完一遍 不可能是我们 大家有那么清楚 我们一定要复习的时候 算是 我不讲清楚的 大家可以回家 就去有一点的 重新复习 重新去理清是什么 就是我们应该要 在内心获得 一个比较清楚的见解 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 在三项当中 骗迹所值 一塌起原诚实 什么是自信成立 哪一些不是自信成立 哪一些是自信成立 以及之后翻过去的话 在世俗地跟圣义地里面的话 哪些是地实成立 哪些不是地实成立 和什么我们刚刚举的 是不是说 什么叫做虚假 什么叫做虚假成立 什么叫做地实 什么叫做地实成立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 就先到这边 和大家就请回想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否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